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福顺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平鲁带领下 我们来到前殿镇关陵村 寻访当年辽东长城的重要关口福顺关遗址 不过这里如今已经看不到昔日关崖的痕迹 听王平鲁说 当年的关城早已被拆毁 而连接关城南北两次的城墙也已不复存在 只有一些破碎的青砖散落在荒草中 这属于城墙砖 现在咱们发现的砖应该有大小两种 这属于一个大型的那种 这是修城墙用的 它是在不同的结构 不同的位置是使用不同的砖 对 就是你修城墙的时候用这种大砖 还修一些住宅的 或者是从我来看里面的小建筑的时候用小砖 冲过一片茂密的运地 我们在一座土堆前看到一块石碑 上面刻有辅顺关于马氏的字样 意思就是在这个位置是当时辅顺关的一个遗迹 现在咱们站这个地方就是辅顺关 辅顺关 这就是辅顺关 它的关爱就是在这个位置吗 对 这是风口台 听王平鲁讲 虽然关城已经看不到了 但辅顺关在历史上曾经是一座极为重要的关口 明朝史 这里是从新滨等关外地区前往辅顺的必经之路 公元1618年 努尔哈赤从赫图阿拉城起兵 向明朝宣战 他入关的第一掌就是攻打辅顺关 那这个关爱当时有多高 这个关爱的高度得有多少呢 没有那个明确记载 但是要是现在看残留这个高度 它至于马上应该在这个十米以上 使用王平鲁讲 努尔哈赤的军队攻破辅顺关后 又拿下了辅顺城 并从这里向北京进发 可以说万里长城防线 就是在辅顺关被彻底突破的 努尔哈赤在攻破辅顺关后 便命士兵将辅顺关彻底拆毁 辅顺地区这个明白这个 咱们叫做边墙 这种边墙它是用什么呢 它这个主要形式呢 一般就是这个翻土为墙 把掘土为钩为豪 就是在这个平原地区啊 它都是啥呢 就是在平地上啊 这个把土翻出来 然后翻出来 在那个土墙 辽东长城在当时 就是一道挡马墙 由于明朝时 长城外生活的大多是游牧民族 他们能其善舍 多以骑兵为主 为了防范骑兵骚扰 明朝军队就举土为豪 并将挖出来的土堆砌成墙 因此 辅顺境内的长城 大多都是夯土墙 我们登上旁边一座高大的土堆 听王平楼说 这就是当年官城旁的烽火台 那当时的烽火台 是不是应该比这个还要高一些 比现在的还要高 它肯定比现在要高 要是按照经验判断 它应该比现在 最起码还得高 一米五到两米 辅顺关建于公园1464年 后游建起烽火台 和两侧的城墙 辅顺关西边连着山海关 东边连着丹东的虎山长城 构成了漫长而严密的辽东长城 这条沦县就是当年搬出来的 马市的那个圈墙 马市的圈墙 那这个马市的面积有多大 马市的面积算我 是380万平方米 哇 380万平方米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 很大的区域 金箍算 这个马市的占地面积 大约有380万平方米 相当于500个足球场 马市四周住有土墙 周围还有四座烽火台 起着警戒和守卫的作用 马市它名为马市 实际上它是什么 关内关外呀 进行各种这个商品交易的这么一个场所 但是一开始 刚一开始进行交易 它就是以马匹为主 随着来代表什么粮食 日用品 听王平卢讲 当年女真人用人参 木耳 蘑菇和各种皮货 来换取粮食 布匹 油盐 酱醋 等生活笔区品 通过俯视马市 女真人 还得到了大量铁质农具和耕油 掌握了汉族的农耕技术 这为他们日后的崛起和统一 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马市贸易啊 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明朝这个民族政策的一种 民族政策的一种 它这种就是它有双重的 一种是经济上的这个往来交易 什么贸易 还有一种 它对这个这个通过马市贸易啊 可以这个对这个 少数民族的这个民族这个经济命脉呀 有所控制 离开辅顺关遗址 我们来到不远处的浑河大桥上 站在这里更能感受到浮盛关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 现在我们站的位置吧 就是浮盛关的关外 我现在站的这个桥 就是浮盛关外的这个蟑螂河的这个蟑螂桥 下面的这条河流呢 下面的河流是昏河 就这条昏河 这个浮盛关在这个昏河以北 一条这个狭窄的这个昏河谷地上 咱现在看这个山头 两边有山头 那个浮盛关外 长岭东侧的山峰叫黑虎头 在它对面与之对峙的一座山叫白龙山 两座山之间相距大约有1500米 这里就是从新兵县通往浮盛的碧江之路 浮盛关是这个明代的辽东边墙里头 一个重要的关口 它的重要意义相比较而言 它不亚于再往西一点的那个山海关 明朝在北边设的九边 九边方边主要的方是蒙古族 是吧 防止最后的时候 到了明朝的末年 它没有想到是女珍珠崛起的 明朝在北方修建长城 而辽东长城 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 被誉为九边之首 其实际统峡范围 包括东起鸭鲁江 西至山海关的现在辽宁省大部分地区 这个努尔哈尺 它夺取的第一个爱口就是普通关 就是从这里进来 就是从这里 进入了稳定军的防御内地 据史书记载 当年努尔哈尺攻打辅神关时 派黄太极率领几千骑兵 化妆城赶集的人进入马市 趁守关士兵不备冲进辅顺关 并直接兵临辅顺城下 迫使首将投降 努尔哈尺 轻而易举就拿下了辽东重镇辅顺 夺开了辅顺关之后 就从辅顺关这一点 突破了整个明朝在辽东地区的千里长城 这个突进了明朝的这个内地 就是辅顺关在某种意义来说 他这个比山海关 比嘉义关还要更大 那能不能这么说 清朝和明朝两个朝代的更别 就是从辅顺关这个关口开始 辅顺关北攻陷后 被誉为九边之首的辽东长城 也全县失守 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 随着岁月的流逝 曾经出力于此的复顺关 遭已不复存在 而那段久远的历史 就令人难以忘怀 看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 感受一座城市曾经的辉煌 全国解放以后呢 虎顺是共和国的重工业基地之一 它在全国占有好多地义 走访美京雕刻传承人 感受美京艺术品的独特魅力 这个速度你看 哇 这么有弹性啊 这样摔的话 它不会把它摔坏吗 这样不会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五集 辽动明珠 辅顺正在播出 离开辅顺关离址 师律组来到辅顺市区 辅顺是一座历史悠久 以梅而闻名的城市 作为辽宁省第三大城市的辅顺 位于浑河冲击平原 静静流淌的浑河水 由冬向西穿承而过 将城市分为南北两部分 我们来到位于市区北部的高尔山上 在这里能俯瞰辅顺市的全貌 我们站在这儿就可以看到 整个城市的一个全貌 感觉它的地势是特别的平台 立马平平的 这个地方呢 这个属于呢 符河冲地的一个平原 我们这个地方呢 东边就是山 西边呢 就是辽整平原 傅波是辅顺地方史研究会的会长 他告诉我们 辅顺的历史非常悠久 公元1384年 明朝政权 在高尔山下兴建辅顺城 明城祖朱棣遇辞 辅随边疆 顺道移民八个字 辅顺移民也由此而来 那么明辅顺城呢 他呢 在明边墙 明边府里边呢 他修得比较早 他是1384年 红古17年建成 那么这个城呢 是明朝在东北地区 王子这个元朝的这个柴鱼势力啊 他修建了这样一个城 那么明府顺城呢 是1618年 被诺尔哈池呢 带兵呢 攻陷了 攻陷了之后呢 就把城给回了 公元1618年 努尔哈池攻占辅顺城后 明士兵拆毁城池 使辅顺城变成一片废墟 直到公元1778年 清朝前龙皇帝 为纪念努尔哈池的立国为业 决定重建辅顺城 就是辅顺这个地域呢 在历史上呢 曾经发生过多次战争 四反山上平一点的地方 都是呢 风火台 放烟火 放狼烟的地方 那么到了近代呢 昏河的这个文明呢 就由 昏河北岸的这个城池呢 逐渐向南岸的 采灭业发展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在历史上 府顺旅受战火损毁 几经心扉 如今消音散去 这座城市 重又散发出 耀眼的光滑 府顺这个地方呢 煤炭除量 十个多亿 它的煤矿呢 就是煤子比较好 煤成了很厚 那么它的产量很大 二十世纪初 在府顺发现了丰富的煤炭资源 煤炭的开采 也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工业发展基础 府顺也因此被誉为煤都 离开高尔山 我们跟随复波来到位于市区南部的西路天狂观景台 我们刚才从高尔山上下来乘车从煤河的北岸 对 来到了南岸 对 所以一到这里就觉得工业其实是特别的 是啊 是啊 因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的福顺南岸呢 是煤炭开采 所以呢 所有的军业都是按照煤炭开采的 布局的促建呢 向城中扩展 福顺最知名的地方就是西路天狂 它开采于一九零一年 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是亚洲第一 世界第七大露天煤矿 曾经也是福顺的象征和标志 西路矿坑就是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 这就是 这整个连起来的这一片都是吗 这都是吗 如果不是看到有一些工程车辆在这 没有看到铁路的话 看上去好像就是两个山中间的一个大峡谷一样 它的面积有多大呢 但是这个峡谷呢 是完全是荧工采决的 花了多少年呢 1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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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巨大的露天矿坑 东西长6.6公里 南北宽两公里 总面积有13.2平方公里 开采垂直深度达到388米 矿坑的地步也是中国陆地表面的最低点 最早没有汽车像是山均的时候 就是用那些电池看到吗 那电池嘛 一道一道像那盘子 一道一道像那盘子 就等于说它现在挖出来 看上去像是一个梯田的结构 其实这些就是一个盘着的路下坑的 你说这个对 就是现在这个路 然后呢 这些电池呢 往上运煤 往上运干石 就是这么盘旋子这么上的 听福波讲 西路天矿 曾创造了煤塘开采的很多个地 他也是辅舍的骄傲 全国解放以后呢 辅舍是共和国的重工业基地之一 它在全国占有好多地 比如说特殊缸是第一家生产的 铝是第一家生产的 燕油是第一家生产的 还有什么包括一些等等吧 很多东西都是从辅舍 向各地输送的技术 输送的产品等等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刚解放的时候呢 作为全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工业基地 是全国各地的人才都向这里集中 所以我举个不恰当的比喻呢 就是什么呢 就像改革开放 支出的深圳那样 新中国成立后 辅舍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重工业基地 在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中 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就是辅舍的这些技术啊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 由此带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 所以那个时候辅舍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一解放的时候呢 党和国家领导人呢 也都多次到辅舍来过 像周恩来总理来过两次 朱德委员长呢来过六次 听福波讲 毛泽东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都曾来到这里视察 而且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 来观光旅游 饱览亚洲第一大露天矿坑的神奇景观 如今随着城市发展 福顺也由一座工业城市 逐渐向旅游城市转型 2004年 西露天矿被评为中国首批工业旅游示范店 虽然说西露天矿 现在它的产量远远不是当年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矿坑 现在在这里 其实是整个福顺一个 煤炮辉煌历史的见证 那是 不仅仅是福顺煤炮 是福顺这座城市 它辉煌历史的一个见证 因为福顺煤炮呢 由此带来的其他的一些产业 也给共和国早期的发展 做出过通俗的东西 西露天矿 是福顺工业旅游史上 一颗璀璨的明珠 除了煤炭资源外 西露天矿 还出产稀有的煤晶 它是一种珍贵的矿产 离开观景台 我们来到位于矿区的煤炭博物馆 据说这里陈列着很多煤晶展品 这个呢 就是煤晶 其实它看上去和一般普通的煤炭 没有什么区别 是 如果从外表上看呢 好像区别不是很大 但是呢你如果要是把它加工 你就会知道 它这个呢 是加工的时候呢 它可以加工成各种不同形状的工艺品 煤晶外表呈黑色 具有金属光泽 密度很高 但比煤要轻一些 我感觉它摸起来的时候 要比普通的煤炭会更加的光滑 对 它的触感好像是跟蜡是有点相似 是是 它密度比较大 煤晶也叫煤雨 它形成于几千万年前的新生代第三季 听福波讲 在远古时期 大片松柏树木被浸泡在沼泽或水中 在缺氧的条件下 受到压力和温度的共同作用 才形成了煤晶 也就是说七千年之前的古人就已经发现有煤晶了 人类呢 使用煤炭 最早的上限是在哪里呢 那就是在沈阳新乐 一直出土的 辅饰煤矿的煤晶 做它的工艺品 有的专家学者呢 说这个煤晶呢 它是一种既式的物品 既式的物品 经鉴定 1973年 在沈阳新乐遗址出土的煤晶珠等工艺品 是中国煤晶雕刻史上最早的事物 其原料就是产自腐顺的煤晶 这个城市呢 也很奇特 这个七千年前古人类 他发现了这个煤晶 又把它打造成精美的工艺品 那么过了七千年以后 这个城市呢 又因美而兴了 因为近代工业呢 需要煤炭 这个城市下面呢 埋厂到的很厚的煤城 而且特别适应于工业发展的这样的煤炭 所以这个城市呢 又因为产业业而兴起了一座新城 煤晶雕刻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将近七千年前 但它作为一门手工技艺进行传承 还是近百年的事情 如今 煤晶雕刻已成为腐顺独有的民间技艺 为了深入了解煤晶雕刻 我们来到腐顺煤晶琥珀博物馆 见到了煤晶雕刻技的传承人 王永刚 我们是专业台远方的家栏目组 之前跟您联系过 听说您是这个煤晶雕刻的 非不真文化遗产传承人 是吗 对 代表性传承人 代表性传承人 所以这是您的一个工作室 对 我看见剩下的几位老师都是在 已经是在雕刻的这个煤晶 都是学生和徒弟 是您收的学生和徒弟 对 王永刚近年62岁 他从18岁开始学习美精雕刻技 至今已有40多年 凭借着精湛的雕刻技 他还被评为辽宁省工艺美术大师 这是整个拿过来就是这样的 没有任何的加工的 对 这个在矿底採掘完之后 是一块原始的 一块原材料 这个其实它美精就这么厚 这边是煤 后边也是煤 其实它就是中间一个加工的 听王永刚讲 由于储量有限 美精非常珍贵 它还有黑宝石的美 雕刻时要挑选 颜色黑 无裂纹 光泽好 密度高的原料 在中国除腐腐顺出产美精外 其他地方也有 但美精块既小又薄 只适合腐雕 而腐顺美精快大密度高 是理想的工艺雕刻材料 这是一个美精珠子 这是拿美精雕刻处 对 模特的一个珠子 圆形的珠子 对 这个珠子你看 这么有弹性 这样摔的话 它不会把它摔坏吗 不会 如果说这个珠子自身没有裂的的话 它绝对不会坏 就是我再使劲的话 也不会 上面有任何的痕迹 那也不会 你看 其实轻轻一摔 就可以弹到一种多话 而且你看它的表面 刚才摔完之后 真的是 依旧是非常的光滑 没有任何的一些祸损的痕迹 听王永刚说 美精软银失重 它的韧性非常好 还可用来雕刻印章 美精雕刻的工艺流程 大致分为 悬料 除皮 墙细 抛光等几道工序 美道工序又有很多小工序 您在雕刻之前 先是看 会看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外形 形状是什么样 根据它的形状 再发挥想象来创作 液料事意 美精雕刻属于传统技艺 创作时 要项料取行 新手并用 音材诗迹 全凭雕刻者的灵感和经验 怎么让我感觉 有一种在薛签底的感觉 是不是 其实就是开始 往细整理 美精雕刻最初是从木雕演化而来 随着不断完善 其雕刻工艺形成了独特风格 无论在用料 还是在创作理念和技法上 都有别于其他雕刻工艺 完成这一项 比如说这么大的一个美精的作品 大概需要花多长的时间 如果说要是上细仔细去做的话 这张作品整面的两个月 两个月的时间 整面的两个月 在创作技法上 美精雕刻更注重写实 讲求神情并茂 在追求逼真和传神的同时 也会适度夸张 那您学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我呀 那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那最开始的时候是 那时候是怎么接触到这个美精雕刻的 刚分的 刚三半的 在工作的时候就跟着雕刻上 但是当时我干的不是这个工作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雕刻艺术 然后我后学的 后学的 后学的 美精雕刻技以世代相传 但要学好这门手艺 要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 才能将自己的艺术构思 和美精本身特点相结合 创作出精美的艺术作品 像这个美精雕刻出来的工艺品 都有哪些类型 我看有这些仿古的一些 有仿古的器皿 这是来源于青铜造型 青铜炉 青铜的顶 美精工艺品大多构思巧妙 工艺精细 常作为礼品销往国外 它也是俯顺最早的出口创绘产品之一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是美精雕刻最辉煌的时期 那时美精艺术品多次作为国礼 赠送给国外首脑和国际友人 这是一个菱形的花絮 这里边可以点香 这里边有透眼 可以冒眼 护风 另外这有一个俯顺的琥珀 作为钻子 上面还能有一个钻子 也是俯顺当地产的一个琥珀 作为一个镶嵌在里面 美精和琥珀它俩本身就是 同属于西路天矿 一个矿床里边 所以说我最后把那个琥珀和美精 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让它产生一种新的效果 是 由于是纯手工创作 每件作品都独一无二 即使是同一个人雕刻 同一种作品 也会因为美精材料的差别 而有所不同 使得美精工艺品更具有收藏价值 像这样的一个作品 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 其实也不好说 十万八万也是 十万八万 就是这一个作品 现在能卖十万八万 因为啥呢 做这一件不是几天就能完成 少得得两三个月 多得是三四个月 这一件 美精是大自然赠予人类的礼物 对于美精的雕琢 则是人类智慧的象征 2008年 美精雕刻技 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就局限于腐碎 这个特产 所以说它呢 产量是微量 有一些作品呢 就是说 不需要那个玉石雕刻那么多 这个全国各地拿走 而我们腐碎呢 这个原材料是微量 说它的这个工艺品产量也是微量 雕刻者凭借精湛的雕刻技艺 赋予了美精生命和灵魂 使它充满无限的艺术魅力 随着美精矿藏资源日渐减少 美精工艺品也被视为即将绝世的艺术品 我们祝愿美精雕刻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创作出更多精美的艺术作品 一所普通小学 却为以为世界冠军的摇篮 你们今天几岁了呀 都是七岁 都是七岁 你们打乒乓球有多长时间了 再两年了吧 一个小小的乒乓球 凝聚着几代人的美好愿望 你现在能大两声告诉我 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信心 好 加油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五集 辽动明珠 福顺正在播出 我们拍摄期间了解到 福顺的群众体育运动开展十分广泛 人们尤其喜爱打乒乓球 这里还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 我们来到位于浑河岸边的一所小学 走进校门 我们见到了学校乒乓球队的李奇老师 一来到教学楼的大厅 就特别醒目地发现了一个运动员的雕塑 写的是世界冠军的摇篮 为什么他这么说 因为我们学校是公园的雕塑 属于国家级的乒乓球车头像我们学校 这个雕塑 它一直意识让我们学习乓乓特色的学校 另外一个就是 每天让我们进到校园的这些孩子们 看到这个雕塑 他有一种乒乓精神在研究我们学校 公园一校充满于1959年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学校从一所普通小学 发展成为国家级的体育特色学校 四十多年这个乒乓历史 他培养成了八名国手 那八名国手呢 其中有黄南 黄南呢 就是从小起步 从五小起步的 所以被命为五二一校是世界冠军的摇篮 就是这样 李老师也是在这里与乒乓球协员 他大学毕业后 回到学校从事乒乓球教学工作 至今已有二十多年 他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乒乓球国手 我们跟着李老师来到操场 看到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们 学跳乒乓球操 为开展乒乓球特色教育 2012年 学校将乒乓球运动纳入校本课程 还编制了教学大纲和教材 学生们每周都有一节乒乓球课 在开展乒乓球课堂教学的同时 各年级还开展形式多样的乒乓球特色活动 编排了很多套生动活泼的乒乓球操 听李老师讲 很多班级还创建了乒乓球运绿操及多种游戏 这些都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学生们对乒乓球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报名参加学校乒乓球队的人越来越多 那就是在班里会有一个小型的比赛 学校还有一个整个学生的一个比赛 对 我们每年的五月份是乒乓活动月 听李老师讲 学校还把每年的五月定为乒乓球活动月 开展乒乓知识竞赛 邀请乒乓名将给孩子们传授经验 并举办校内乒乓球锦标赛 伴着轻快的节奏 学生跳起了乒乓球操 从他们活泼可爱的动作中 我们感受到 乒乓球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快乐 离开操场 我们来到教学楼 这里到处都体现出浓厚的乒乓文化氛围 就是每一个班都是以一个乒乓球名将名字来命名 世界冠军各自是出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那种乒乓名将 命名为英雄中队 而且我们孩子们都会把他的一个英雄的 比方说王建军的中队 他就会把王建军从小到发展的所有到成长的历程 他都会送进过来 听于老师讲 通过开展乒乓球运动 学校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乒乓文化传统 我们来到位于教学楼四楼的乒乓球训练馆 一进门就看到宽敞的训练馆里 摆放了几十张乒乓球台 我没有想到训练场这么大 一共有多少个乒乓球台呢 我们有三十六张乒乓球台 三十六个桌子 对对对 然后我们训练的这些孩子都是从小 从学前开始 听李老师讲 第三十六届向阳杯全国青少年乒乓球比赛 即将再赴顺举行 作为参赛选手的队员们正在进行紧张的训练 乒乓球队现有队员六十多人 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七岁 你们今年几岁了呀 七岁 都是七岁 都是七岁 你们打乒乓球有多长时间了 快两年了吧 两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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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喜欢上打乒乓球的 我觉得我想打冠军 想拿冠军 虽然这些小队员年龄都很小 但他们也会走进赛场去参加比赛 全天后都在这训练 你们觉得打乒乓球累不累 你们两个 累 累 但是咱们觉得直 是什么 觉得直 怎么说 小小的乒乓球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 队员们常年坚持训练 无论是寒暑假 还是节假日 从不休息 他们不仅掌握了球技 也体现出拼搏向上的乒乓精神 这个小队员他的眼神是特别 神情是特别的专注 而且他今天在比赛中 他就是就发誓要拿冠军的 刘芷涵今年八岁 他从四岁半开始学球 到现在已经三年多时间了 由于他训练得很刻苦 球技提高很快 还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现在他已经成为球队中的主力队员 刚才我看你打乒乓球的时候 眼神情是特别的专注 为什么要这个表情呢 从开始打乒乓球就习惯了 是不是 你打了有多少年了 三年 而且老师说你是立志要拿冠军的 是不是 有没有信心 有 即将参加比赛的小队员们 一个个都满怀信心 我们也祝愿他们取得好成绩 几天之后 第三十六届向阳杯 全国青少年乒乓球比赛开幕了 我们也跟随李老师来到比赛现场 然后我们这次参加小国比赛呢 一共有五十一支代表队 二十一个整个比赛的运动员呢 是五百多名 向阳杯全国青少年乒乓球赛 创办于1980年 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 影响力最广泛的国家级青少年体制赛事 由于乒乓球运动在腐顺广泛开展 市政府多次承办这一赛事 公元一小也是本季比赛中 参赛队员最多的一区代表队 刘志涵 你好 马上 马上就要比赛了 来到赛场 我们见到了正准备上场比赛的刘志涵 之前他已经赢得了三场比赛的胜利 刘志涵走进赛场 进行着赛前的准备活动 随着裁判口令声 比赛开始了 好 刘志涵加油 正式开始了 或许是因为有些紧张 比赛刚开始 刘志涵就丢了几分 一直落后对手 但他显得十分沉着冷静 每打一个球都大声呐喊 为自己鼓劲加油 赛场上的两名选手你来我往 互为关手 比分也在不断的变化 随着比赛 一发紧张激烈 也引来了赛场边的阵阵掌声 刘志涵全神贯注 眉宇间透露这一股自信和坚毅 他挥动了球拍 奋力击打的乒乓球 经过几个回合的比拼 刘志涵反超对手 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 对他第一局的比赛满意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刚开始的时候 虽然是有一些还没有进入状态 但最后一下子爆发了 对对对 然后现在第二局开始了 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刘志涵继续和对手展开激烈对攻 他还不时大声呐喊着 给自己鼓劲 在呐喊声中 能感受到一种必胜的信心 我就觉得刘志涵 他的心理数字是特别的 每一局一开始 他其实都是落后 差不多都是三四个球 脸上一点都看不出来 还是在每一球一球都在往后 听曹教练讲 刘志涵所在的兵组 是参赞年龄最小的组别 虽然他只有八岁 但由于球技出色 富有潜力 他很有可能被选拔进入辽宁省乒乓球队 作为专业苗字进行重点培养 比赛激烈而精彩 球台上引球纷飞 赛场边掌声加油声此起彼伏 第二局刚开始时 刘志涵依然比分落后 但他沉着冷静 每球必争 一分一分地追了上来 并且再次反超对手 最终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你现在已经进前八了 你这次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期许 在后面那会参加 这次想拿第一名 想拿第一名 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好 我刚才看你在比赛的时候 一直哈哈 特别的有激情 你现在能大点声告诉我 有没有信心 有 有信心 好 加油 听李老师讲 学校将乒乓球运动作为教育传统 其意义并不在于 要培养出多少世界冠军 拿多少奖杯 目的是要塑造学生们 坚强的抑制品质 和勇于拼搏的精神 告别这些小选手 我们即将结束在 辅顺的拍摄 沿着明长城继续寻访 而辅顺这座城市 也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我们此次的行程 在辅顺境内 沿着明长城一路走访 长城所留下的遗迹和遗址 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锋芒 而我们现在呢 也只能通过这些遗迹 来回想当年 长城内外发生的故事 时光不停地流转 几百年前 在这里微微耸立 风烟四起的长城 现如今有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关于长城的这段历史 在我们的心中 永远不会磨灭 大烟飞过老毛墙 大烟飞过老毛墙 明月照在高傲台 梦里土岭一站 醒来丧天沧海 谁还在 跳灯发奉意 将家书 托于有五差 谁再隐藏意 谁再隐藏那首初赛 一枪雪 始终澎湃 起盼我长风万里 我现在平泽洁派 一方青转一曲 万月的姿态 起盼我装置豪迈 万明天自清可待 山河如花 水影前 又长天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